大家好 今天再聊聊恒大 恒大最近几个月一直在新闻当中 从他 爆出新闻来说 他还不起这个 债务了开始 然后不但他要开始出售自己的 旗下的资产 然后大家有可能在传 是不是政府会出手来救助他 然后政府一直没出手 反而是约谈他的高管 然后呢 到后面呢也没有其他的公司 来真正来买他的资产 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的更多消息 包括他有可能要出售自己的各个地方的总部 大楼 把这些 资产全部都是要卖出去 但是 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 说 落实了 那些资产已经出售了 他已经筹收了多少资金 但是更多的坏消息就出来了 包括 他应该在九月初 到期的给他的一些 理财的 这种计划 这种投资者 他的本金加利息 应该在这个九月初 就应该 给他们 还款的 这个时候 但是他没有了 基本上呢 已经认为 他不可能再还得起这款了 这就特别像一个快要破产的公司的状况 就公司快要 快要关门的时候 一方面这个 当然了他的管理层 比如说 许家印也出来 说 什么签什么军营状 一定要交楼 就说明他交楼就面临极大的这个压力 这些都是一种作秀啊 你签军营状 你内部的这种事情 你用不着在大家面前 进行一个表现 说我要向我的 手下这些什么负责人啊 让他们全境一段一定要交楼啊 你这就是一个作秀嘛 意思就是让大家 是一种缓兵之计啊 让大家知道我还是要给你交楼的 当然了中间很多困难 也许你们要体会这种困难 大家打个折扣啊 大家在商量商量或者交楼的时候 这个可能就会 在我交的这个楼的质量上 或者说我原来的承诺上 肯定要打折扣了啊 这些都是一些作秀啊 现在更 更多的一个消息呢 就是他的这个 什么恒大的这个 财富啊 就是他的理财计划 无法这个还款 这个时候呢 好多的包括他自己的职工啊 还有好多投资者 都跑上 跑上门来闹了啊 因为大家的本金就出现危险了 有很多人投了 因为他的利息特别高嘛 还有很多人投了 几十万上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都有啊 也把全部家里面的钱 包括 甚至还带了款去投 就是这这种都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啊 然后呢 这个本金是非常危险的啊 现在一旦这个出现了 叫做 无法兑付啊 就是就是他没这么多钱 也就是说 他原来借的那一钱 并没有产生那种效益 你看他当时为什么 然后这就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状况 就感觉这个公司马上就破产了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突出的一个 一个指标啊 当然了 你看他这个话呢本身就是带有一种 呃 再一次他是作秀 第二呢 他不光是说作秀哈 他说的这个话其实是 他可以有分文的 他的钱全部是在啊 像这种 呃超级富豪啊 他都是属于有 嗯有家族的这种 信托基金的啊 他的个人体系 名下可以说没钱的 呃甚至个人 呃 负资产都是有可能的 你像你你你追他个人 他身边的所有的东西 什么私人飞机啊 房子啊 什么这个各种股票 持有的东西 全部都不是在自己的名下 他当然个人可以是有分文的 他可以宣布破产都可以 呃但他他他他不会有问题的财产早就是啊 像这种级别的富豪你应该早就做好安排了 所以呢他说这话呢 多多少也是作秀 让大家安一下心啊 就是说来平息一下 呃 平息一下民怨 可以是这样说 那那其实这种爆出来的信息 我们看他当时 呃你看他当时吸引这些人来投资的时候 他就是百分之 8.8 百分之9 甚至现在是百分之十几啊 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一个公司他发行在最相当是发行一种债券啊 咱们说 或者他他当然是一种理财的方式进来了 他他的他的利息越高就说明他的公司的这个 就是吸引越低那他的他的 他的唯一叫做什么违约风险就越高了 他因为有这么高的违约风险你有可能损失本金 所以他才用用非常高的利息来吸引你的头 啊 你看那些国家陷入到那个 危机的时候他的货币在一日千里的往下掉的时候 他的利息可以加到百分之二三十 或者他的国家的债券 收益力也可以这么高 没人要了 他也付不出来这百分之三十 或者说大家预期 还有可能会 如果是国家的话 他就 以超发 就以发超方式 通货膨胀方式啊 到时候就不值这么钱了 就算是你能拿 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息 但是到时候一年之后你的这个 本金都不知道贬多少去了啊 所以 就在一个 实体 无论是公司也好 一个国家也好 都出现一个巨大的危机的时候 他就不得不 想这种方式来吸收 投资 但是你看恒大他 这也是好几年的事了 啊 以这种高利息来吸 吸存 他不光是说 像 比如说 公众啊 像他他自己管理的楼盘的那些 那些 居民 还想他自己的这个职员 替他工作的这个人 摊派 就说明在那个时候 他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 一个公司如果经营的好 他用不着用这么高的利息 来 这么高的成本来 来筹资的 作为说一点 常识性的东西吧 就是 如果一个公司他特别特别 经营的特别好的话 银行都会以非常低的 利息给他 祖宗给他贷款 而且 你看最近几年一直是低的 最近几年的 全球经济状况 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利率都 夹得特别低 特别是到了这个 如果是2000年 不是 2020年去年来说的话 因为是疫情的原因 那各个地方 全世界各个地方 又把这个利息 夹得特别低 在这种情况下 他恒大都没有 他就 你显然是 首先他只缺钱 第二呢 他是 他是没有办法从银行 带到足够多的钱 所以他要搞这种理财 而且呢他 理财为了能让大家把 他缺很多钱 他一直就是长期缺钱 就长期贫血 这种状态 他为了 筹够足够多的钱 他不得不把这个利息 交得那么高 从这个利息就看出 他绝对是病态的 就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公司 你没有听说 苹果 谷歌 我需要去 我需要去 百分之多少的利息 来 拉这种投资 不会的 世界 世界的一流公司 经营的很好的公司 他根本就不需要钱 他自己 自己造血的能力特别强 他自己就有很多现金 他为什么要去 从银行贷款 不是说坏事 但是 在利息比较高的情况下 对公司 并不是 是有一种压力的 如果当你有一些计划 你马上能够实现 盈利的情况下 那是应该带的 但是 如果你本身 这个公司运转得很好 自我造血的能力很好 根本就 可以不贷款 但是像这种 恒大这种 他连从银行 你从这个利息的 你从这个利息的 8.8 百分之十几的这个利息 你就可以知道 他是从银行 贷不了足够多的钱 可能银行会给他一起钱 但是他不够 也就是说他公司运营的很差 你看这样 他也就几年前已经出现这种状况 几年前出现这种状况 也就说明他这个周转的不对了 如果他真的能够 他能够支付得起这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几的利息的话呢 如果他就说明他公司运营的很好 他的业务里面有足够多的利润 他也用不着这么 这么急切的去 筹这个资 而且他当时为什么 他显然到那个时候已经遇到巨大的问题 也就是那个时候他有非常多 比如拿了政府 从政府那边派了地来了 把这个该交的这些房子 什么这个 转让金都交了 土地使用转让金都交了 然后各种税费交了之后 他如果卖不下卖不出去 这个东西卡在手里面 他银行的利息还收拾他的 他还要 他有这么大个摊子 他还 他还要在各个工程还要去 还要去建房还要交房 他签了这么多合同 当然他还有些别的花费 咱们不知道他到底中间的这个 黑洞在哪里 也许他原来就贷了非常多钱 也许原来就积累了非常多利息要还 也许 其实我们看 在我们行外的人 我们旁观者看 我觉得中国的房企团已经病态了非常多年了 实际上他早 这个病早就应该发生了 危机早就应该发生了 他是强制的把他拖拖拖拖拖到现在 所以呢我们可以理解这很多房企 他这种银行贷钱也不够用 他只好去投资 只好去以这种方式吸存 以这种方式来发行这种 相当于公司债券 或者发行这种理财的产品 以极高的利息 来吸存 筹集资金 原因是他们实际上 经营已经困难了很多年了 但他为什么还敢 那个时候他还敢于这样去 敢于这样去 搞这种理财呢 敢于发行这种债券呢 原因是因为这个债券如果一旦他对不上 比如说过了几年 他到 到兑付的时候 他如果能筹进更多的钱来他 就是就是财东墙 股心墙 发行新债的还旧债 这种就属于庞氏骗局了 但他说明现在他连这个钱都拿不到 他骗不了更多人进来了 中国经济已经一下子垮到那个地步 银行没钱给他们 政府没钱救他们 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从这个老百姓那儿 找到新的存款来 补他们原来这个漏洞 但是他还 当时他还是发行这么多 高息的这种债务的原因 是他期望着中国大放水 他肯定当时想着 这个政府会 比如经济政策有可能会放水 然后 政府不会放人他不管 政府怎么管法呢就是放松赢根 就再开 再放出很多钞票出来 载了市场整个 水涨船高把所有的资产再往上抬一劫 那他原来 欠了你钱就 不显得那么多了 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政府放水 所以当时 他们可能是 预言或者说期望政府会放水 当然那个时候他们 这么大的公司 中国的经济是朝着往前走 这个也停不下来 他只能往前走 他已经负担了那么多债务了 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 他只能是用叫做 用时间换空间 就是说 我把这个债务延期 我筹新债 来长旧债 现在所谓爆雷就是 资金链断链 他筹不了新债了 比如说他卖出去房子 他那新的债务都搞不进来了 所以他他接下来 只要政府不放水 他的钱从哪里来 老百姓是没这么多钱的 而且他的那么高的利息 已经翻了 翻了多少 加了多少利息上去 利滚利上去 他不可能支付了这个 他最后结局就是很简单的 他就会说完蛋 最后就会关门 那最近还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有人说是什么 任哲平 这个经济学家 是来忽悠着 许家义 说是这怪任哲平 任哲平这个经济学家 我不是很了解 我稍微看了一下 当然这个是无稽之谈 因为 像任哲平或者说 其他的这种经济学家 他属于这种 中国的这种经济学家 只要是 在中国能搞出网红的 中国他的言论还不受 是阻挡着 能够在中国流通的 这些经济学家 都不会说出实质性的东西的 从东西深度上说 都是 都是一种忽悠 都是一种大忽悠 其实呢我们把他们认为 是一种宣传员还差不多 他们主要是来造势的 他们主要来 打着经济学家那个名头 是为这个公司也好 为中国的某种经济政策也好 来造势 来进行忽悠人了 搞宣传的 那 当时许家义 把任哲平 请进来作为 花了什么 一千五百万年轻 这种学头了 把他请进来 三年 就做他手续经济顾问 其实他不是要他顾什么问 这个房地产业的这个 火车头不是哪个经济学家 或者说哪个经济理论 我不是说经济的大事 经济学家都是给他们 打马慧眼的 都是给他们做忽悠的 都是给他们搞宣传的 真正的 去用房地产的 往前发展的 在中国啊 就是政府 这个 许家义跟政府的关系 当然不用说了 一条裤子 就 一个利益 他就代表了政府里面高官的 全国的利益 他还不知道 中国的这个 经济状况吗 他还不知道这个房地产 会朝大发展吗 他是清楚得很 他比任哲平可能还清楚 他为什么让任哲平过来呢 所以他是希望任哲平 做一个网红经济学家 给他造势 给他鼓劲了 他应该在那个年代啊 三四年前应该是已经感觉到危机了 应该已经有很大的问题在里头了 不是那么好卖了 不是那么容易的 弄钱了 但是呢 就像 政府一样 做一个 做一个房地产商 他知道 他这个房地产的未来区域政府 他看着政府这个大火车的往前政府这个手里握着这个印钞机 政府当然权利 垄断了权利 政府是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他随时可以改业规则 同时他也是个印钞机的 他印钞的权在他家里 在他手里面 他可以说是这个 房地产业最大的 中家 这个所有这个房地产业就是政府一手操控的 他房地产商只是中间那个小 小角色 就是提政府来 把这个 做搬运工的 本来还没有货币化的土地 给他货币化成钱 交易政府 这房地产公司就是干这个 主要的任务是这个 当然了所以呢 他的大老板是政府 他知道这个房地产业能够发展成什么程度取决于政府 如果政府 当然他也看得到 政府的是对这个房地产业有多大的依赖 所以他也知道政府不可能放弃这个房地产业 所以他们也有足够多的胆子去继续往前走 既然政府 政府还在这么大规模的举债 还在努力的披地块 让大家拍 这个游戏还在继续玩下去 政府没有说不玩了 政府没有说不玩了 大庄家在后面 没说不玩了 这个游戏还在继续玩下去 那许戏肯定也是鼓足勇气往前冲的 就知道他知道自己的负债 然后这个状况已经有点不好了 他很有可能完蛋 但他的 最终的拖着他往前走的是政府 他能说我不玩了吗 政府不好意思我不玩了 我要离局 那马上他马上就会被换掉 所以呢 他的大老板是政府 他为了配合政府 任哲平这类的 他也不 他不是做决定者 他不是做决定的 他只是跟着玩的 跟着玩的一个 一个排友而已 然后呢 任哲平的主要的任务 不是说给他 出事出谋划策 让他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而是给他 忽悠啊 给他进行鼓劲 那我就稍微多说两句 就说一下中国的这些 像任哲平这样的经济学家 在房地产上 他们是怎么忽悠的啊 那他们这些经济学家最喜欢说的就是 我研究了国外的什么 啊 美国的德国的什么 世界各地的啊 房地产的发展的模式状况啊 对比一下中国 发现中国的房地产业 还有多少空间啊 你看对比着美国 我们 那或者对比着其他国家世界国际市场 我们还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所以中国房产也许还有什么十年 更多甚至更长的 繁荣期或者说 至少现在不是啊 他至少 往后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需要我们去 走过啊 但是这种就是一个巨大忽悠 为什么是忽悠呢 你中国的土地 政策和国外一样啊 你土地属性是一样的 啊 中国的房地产和国外的房地产 是两回 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 国外买的房地产 没人能够把我从这个房子上赶走的 这个房产 是 我在澳洲的时候 我们去买一些房子 我们去看一些房子啊 那个房子 有可能 几十年 一百年都没上过市 他他当时的那个房产证 啊 还是 英 Krong 还是 就是英国女王 当时还在用英镑的时候 那个时候 给他落实一个房地产 但他的产权 永久是一趟自己 这是私人权利 他有制度保障的 这才是真正的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房地产 在手里面 而且这个规则 你要做政府 或者其他这些西方国家政府 他能随便的 就说 我们今天让这个规则玩 我明天换个规则 后天因为我的状况发生变化了 我又把这个规则改了 不可能 而且国外的房地产业 根本不是政府在里面 根本就不是角色 政府只收一个 印花税 交易税这种税 政府是一个配角 土地首先不是由政府拥有的 不是土地 政府又放块土地出来 拍放块土地 不是这样 政府在 很多西方国家 包括澳洲 政府在这里面根本就 没有什么角色 澳洲房地产业 或者很多西方国家房地产业 真正的在这边玩家 全是私人对私人 私人公司对私人公司 他们基于一个 已经延续了 上百年的一个游戏规则 来玩 这个游戏规则 一些 比较小的地方的改动 都是非常困难 都是要经过议会的批准才能改动 牵扯到大家的利益 所以你的利益是有保障的 不是说游戏规则明天就会变 中国每个城市 它的房地产的游戏规则都不一样 而且今天和明天也都一样 银行也有政府管 它变数太多了 而且你随时都是属于被窄的羔羊 中国那个房地产业 你能够拿来跟 西方的房地产业 做任何对比吗 你经过拿西方的房地产业研究了之后 你认为来预言中国的房地产会发生什么 我相信他这个经济学家是懂这个区别的 但他们用还得这样做 他就是一种忽畏 他们就是纯粹纯骗人 所以中国经济学家很多 在中国言论不被封杀的经济学家说的话基本上是废话 基本上都是骗人 包括任哲平 可能 但我只听过他一点 所以呢 我不好去评价他别的 我只是说他 在说中国房地产 说这些观点 所以呢 大家 火车头是政府 后面拉的房地产商是跟着跑的 什么 什么这些 经济学家 都是在上面 敲了嘎鼓 在这造势 玩忽悠的 都是一些配角 中的配角 真正的是政府 政府呢 他这个火车头他自己开了开了 他自己就没有 或者他自己也没有任何钱 别的办法 他在这些路上他硬着投票 他开 今年终于开到了 他这个 他面临一个极大的问题 就是说经济 断崖式的往下掉 然后房地产 巨大的债务账人还要爆雷了 已经开始爆了 他怎么办 他要赶印钞 他要赶印钞就是 等于说是 因为经济现在已经很不好了 老本 老百姓生活已经非常不好 现在 老百姓的收入已经 已经开始在吃老本了 大家因为疫情的原因 大家 已经开始在 吃自己的存款的情况下 他政府还敢不敢发钞 政府一旦一发钞 通胀一起来 好多人就过不下去了 就是这么个状况 政府就不敢了 政府就说那行 让你们这些房地产公司 死掉吧 这是配角 就是这些政府干的 政府把钱掏出来 反馈给房地产公司 去救房地产公司 但那笔钱他就花了 政府他手里也不会有多的钱 可能他的漏洞多得很 他们中间的那些 自己往腰包里塞也好 自己搞自己的关联公司 关联 那就不惜说了 也就是说他政府也没办法 他就想让房地产公司先死 但是呢 他 也很忌惮 这房地产公司 会带着一系列的 房地产行业 觉得完蛋 这也是政府的资助方面 这也是经济的重大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他真的是 架在火上烤没办法 他就得眼睁睁地看着这个 他没有任何出路 走哪条路都是有巨大的问题 他就得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危机 不断的爆发 他也毫无办法 这就是中国目前经济预争的状况 以及这就是恒大 最近发生的事 以及他背后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好 今天先来到这 下期再见 拜拜